倒热油循环与准备 打开系统管道的排气阀门 补充塘炉阀门 以及需要加热设备的倒热油进出口阀门 倒热油循环 启动住油症,将油送入膨胀槽 倒热油靠自重通过膨胀管逐步充满整个系统 启动循环泵,是系统稼热油循环流动 冷凝水循环 开启冷却循环水泵打开相应拔门 使冷凝水在卧室冷凝器中正常循环 倒热油加热 逐渐升温至250摄氏度左右 保持一小时左右 使备机油中含有的水分和不好的乳油能够充分的挥发出来 进入第一六三幻 倒热油,继续加热至蒸馏浦升温至290摄氏度后 开启燃烧机加热 直至将蒸馏浦加热至380摄氏度至400摄氏度范围内 会有油气挥发出来 经过式冷凝器进入第二六分罐 同时,有不可冷凝的油气 经过第二六分罐和水分后 通过油气燃烧器,燃烧给蒸馏浦补加热 直至进入第二六分罐中的油 大概有30%的时候 打开缓冲罐 中下出气口拔门 关闭缓冲罐 清香出气拔门 反应浮温度 继续维持在380摄氏度至400摄氏度范围内 油气通过缓冲罐进入催化塔催化反应 然后进入卧室冷凝器 冷凝后的油流进第三六分罐 不可冷凝的油气 经过第三六分罐和水分后 通过油气燃烧 煉完油后开启真空水凳 拖色锅上方真空表达到-0.08兆帕斯卡以上 关闭真空泵 打开拖色灌进油口罚门及对应的油泵 煮油至加热盘管上方200毫米 打开拖色锅搅拌电机 进行拖色操作 开启真空水泵 在拖色锅上方试镜没有水珠时 把拖色白土倒入白土罐 把白土全部吸入拖色罐 搅拌半个小时 打开拖色泵 把核白土充分混合后的 又抽进叶片过滤机 打开过滤油泵 堆拖色油箱里边的油 进行精细过滤 精细过滤后的油 就可以进入成品油棍 吹饼 当拖色锅的油过滤完之后 吸动空压机 在空压机上压完成后 打开叶片过滤机 充气阀门 吹饼 打开叶片过滤机大方叠拔 开启叶片过滤机振动电机 进行吹饼 在吹饼完成之后 关闭叶片过滤机叠拔和振动电机 维系处理 导热油炉和反应骨的尾气 经管道进入拖流塔 吹饼 事先启动拖流塔喷林循环泵 对委 气化学喷林处理 以达到国家排放标准